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尤其是那一种初学者 他总是很想要 让对方认同他自己 所以他刚开始批的时候 总是会批的怎样 很神 他会批的很神 可是 各位了解吗 只要你批的很神 人家反而会对你有所防备 就像我有个学生 他在跟人家批的时候 因为这是人家介绍过来的 他在帮人家批的时候 他就说 你这官运被人家被合走 很有可能的 你的呼应上另外一半跟你就劈腿 那当然他这样批出来的时候 好像很神嘛 可是 对方 从他批命到结束 不说一句话 没有说一句话 所以批完以后 他完全不知道他批对批错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 只好变成是什么 侦探你知道吗 他因为这是他姐姐介绍来的课 他就说 哎呀 这个朋友在 你批的那之前 全部都晒他老公跟他的合照 可是你在那之后 都全部 我没有他老公的照片 就只有他自己 各位他已经在玩推理了 这样子 对 你可能批的就是对的 各位 你怎么会批下来 就变成这样了 你根本就不是迷你师嘛 你是侦探社的吧 所以 怎么会批成到这样 到最后你连答案都不知道 很简单 因为 你要了解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刚开始 不要去挖人家的隐私 你不要把自己表现的很深 因为 对方跟你是第一次见面 你跟你第一次见面来讲的话 你表现很深 把他的东西全部都看光光的时候 客人反而会非常非常的有戒心 非常非常有戒心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你不熟 我 我来讲的话 我虽然有问题 但是呢 人是有至尊的 我有问题 但是一下子被人家看光光的时候 反而呢 会开始拒绝 会有防备心 再加上这种事情是好事吗 我的老公跟人家搞外遇了 这种事情是不好的事 然后你在当面上又给他点 点下来 这种已经是不好齐口的事 他自然就更不可能跟你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刚开始不用太神 太神反而会让客人拒绝你 在这时候是怎样 我们就是单纯的批运而已 你也不用批太久 就批最近这三年的运就好了 各位就很像我在4月9号的直播里面 在YouTube的直播里面 那个批命步骤 批命步骤 来讲 第一个你先批他的运 那批他的运 假设这三年ABC 这是他的财运 一财 两财 零财 这是他的官运 复官 零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一看就会知道 当然啦 你要有一个 比较的一个基准点 我们一般都会去年做一个比较的基准点 为什么 因为去年他已经刚结束 而且他的印象最深嘛 哎呀你去年两财 前年呢 就只有零财 那这样子啊 你在去年的财新就变得很好 那你的去年零官 今年呢 去年零官 前年也是零官 所以你的官工作运啊 没有什么太大起伏 但是跟今年比起来 零官便富了 所以今年的官运啊很糟糕 那同样的两 你去年两财 现在就只有一财 你的财新呢 依旧是在下滑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就像在4月9号 YouTube直播 里面一样 我介绍完 以后我当场找一个人来批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他就说对 他就是这一种情况 各位 他已经认同他的运程是这样 这时候客人呢 他就会怎样 主动 跟你讲 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你要让客人 讲出来他发生什么事 就很像我学生啊 他们刚开始 我前几天去教学的时候 他这个 另外才是刚学的嘛 所以 他认为就是要准啊 我说 不一定要准 我就教你一招 我就教他这样子 结果他就跟我讲 老师啊 你知道我这一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他就跟我讲了 然后 一讲完以后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帮你批完了 我有很准吗 我很有很神吗 我没有很神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讲你发生的事 他自己也摸不着头绪 你知道吗 他自己也摸不着头绪 他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呢 就是因为你的运批准 这个客人呢 他 他就怎样 他就会相信你 他相信你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会把他自身的事情跟你讲 那在这种批命的情况下 因为你还不是很厉害的命理师 因为你的经验还不够 你只是在批命计数这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基础 可是呢 你的经验还不够 你不知道这个排列组合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你就是透过这一种方式 让客人跟你讲 例如他关于他日主授课 他遇到了什么工作上 被人家异动 而且是那一种大异动 是不好的异动 所以让他整个工作运整个滑落 那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一个人的日主授课 他是碰到这一种事 这样子你批个 50个100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很了解说 这一些组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是客人主动会跟你讲 为什么他会发生这一些事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一边在批命 一边在学习的一种状态下 那这样子一来 很有可能你批100个人以后 你有100个人的经验 第101个人来的时候 各位 你就会在跟他在对应的这当中去找 你会抽取说 我之前批的人 有没有跟他很相近的 有跟他很相近的 你就只是把那一次的批命经验 就是他跟你讲的东西 你收定只是照本宣科再讲一次 那对方就觉得 对就是真的是这样 老师你有未门太神了吗 根本就不是因为你太神的原因 是因为 你在这之前就有这一种经验 要不要解 你就有这一种经验 所以 这个才是命理师里面 很 很重要的一块 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 你呢 是 让 你有很多的生命旅程 客人 其实 每个人就只有一次的生命旅程 但是命理师的先天优势 他是可以接触很多人 进而从这一些很多人的生命旅程当中 他去学到一些东西经验 很多人就会来 老师 你的生活就这么单调而已 为什么你就可以讲这么多东西 而且 哇 都是直接讲到人家的内心深处 我就很简单 就是之前的客人跟我讲的 难道 你以为每个人发生的事都很独特吗 不会 你会发生的事 别人也会发生 了不要解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 你假如身为客人女士就知道 我们不外乎 每次碰来的就是 钱财的 感情的 工作的 都是这些而已嘛 我们呢 只是说碰到的年龄层 大致上是哪一个 我们自己就心里就会怎样把他 就归纳到那里去 下一次来的时候 这个人是属于哪一个 在批命的过程当中 就会把以前那个经验自动拿出来 就会自动拿出来 所以呢 人家就说哇 卡哇 老师啊 你是生活多彩多姿 是不是 这一些东西你都会 不是 没有啊 我就跟各位一样 甚至比各位还窄哦 但是呢 就是客人教我这些东西 那你要怎么让客人教你这些东西 其实 就是这样子啊 各位 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你也可以去看我4月9号 那个 YouTube上面的直播 你就把聊天室打开 你去看看说我在 就看批命的步骤 在这一部分 你去看 我是当场随便要一个人的一个八字 然后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 那你看对方也是说 对 我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到最后呢 人家就是会说 我其实想要知道什么 那你就跟他分析以后 他的未来的状况 这样不就好了吗 所以批八字的一个过程 其实并不是展现神算的一种特点 很多人都认为我要展现神算 让对方信服我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一种展现神算的时候 你要去猜测 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花费多少精神 还都还没进入到真正在批命的环节的时候 你脑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 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 身为特命理师 他衰老的比人家快 因为他每一个都要这样去应对人家 我要证明我准 可是 老师啊 我们没有嘛 对不对 我没有证明我准嘛 我只是把我 10层的功力里面拿个两三层 给你批个运程啊 你最近这几年是怎样怎样怎样 他的运程是怎么跑嘛 那你就自动的就会说 对老师我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是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你就自动跟我讲了嘛 自动跟我讲了以后 对不对 就表示你信任我 信任我来讲的话 其实后面的批命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 所以会变成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 批命的时候 我很准啊 为什么客人就不会理我 当然不会理你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太准了 你知道吗 那忠容易不会准 忠容易就 就随随便批而已嘛 可是人家就信任我 为什么 因为我让他觉得他 我让他觉得准 而且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啊 了不了解 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 这就是命理师 的一个差距点 准的命理师跟不准的命理师 但是呢 为什么不准的命理师呢 他 反而呢 占更大的一个优势 各位 他其实不是不准 了不了解 他其实不是不准 他的准 是 放在别的其他的位置上 而不是刚开始就是打出来 我很强哦 我很强哦 你一直在讲你很强 对不对 那什么才叫真正的强 不是你自己在那边喊你自己很强 而是大家都认为 他确实很厉害 他就不用自己讲我很强啊 大家都认为他很厉害 他不就 人家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 你在那边自己表现你很准 可是客人都觉得他妈的 不想跟你讲话 你准有屁用 对不对 所以会变成自己在那边说自己很厉害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 为什么 我们就让客人觉得真的是准 真的是准是你认为的不是我讲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他就跟我讲很多事啊 那在这个批命当中我 我除了 可以很愉快的批命以外 我也会成长 为什么 因为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了 有没有解 因为客人会跟我互动嘛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不要 把自己 的批命的一个路 你把它断掉了 其实不需要把准这个东西摆在前面 而是把你的批命里面 你看 在一个网路直播里面直接抓人批命的时候 我什么都 什么人我都不认识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 依旧对方还是一样可以照着我的步骤来走 我有很准吗 没有嘛 你们会觉得说 哎呦批命怎么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可是当事人认为准就行了 了不了解 你的重点 不是在展现给其他人看你很准 是当事人认为你很准就行了 因为真正有问题的是他 并不是旁人 他就说老师对 真的就是这样的时候 他只要一出声是讲这样的时候 各位 旁人 真的准 就起来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 这就是批命当中要注意的点 了不了解 你要跟客人能够有所互动 所以不需要把 前面就证明你要多强多强 不需要 你只要把该有的他的这一种的运程 给他批出来 而且是正确的 其实基本上 来讲他自动 客人 就很容易处理了 了不了解 不需要再跟他证明 我有多厉害 命理过三关 过一百关也没有用 他不认同你就是不认同你 可是当他认同你的时候 你批100个错99个 只要对一个他就说你好棒棒 为什么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差距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